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數值資料 13 7 10 2 19 40 3 2 7 19 好 這些資料的全距是多少呢 中位數為多少 四分位距為多少 好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一樣先把資料做個整理 將八筆資料由小到大排列之後 我們分成前半部分與後半部分 前半部分分別是2 13 19 19 後半是27 32 40 跟70 所以前面四個 後面四個 那我們全距R等於最大跟最小 70-2 兩個相減等於68 中位數的部分呢 中位數的部分這裡有八筆資料 八筆資料 所以中位數就是第四跟第五這兩個 兩個相加除以2 等於23 好 這兩個全距跟中位數 我們就可以先寫下來 接著討論四分位距 四分位距的部分 就是前半的部分 前半的部分 我們取一個中間值 13 跟 19 前半的部分 中位數 Q 1 等於 13 加 19 除以 2 等於 16 這裡的中間值就是這兩個平均 那後半的部分 中位數 Q 3 在這裡 這兩個相加除以 2 等於 36 那四分位距就是 Q 3 減 Q 1 等於 36 減 16 等於 20 這一題答案就算出來囉 小問題給大家看